Hello,我們又回到這個CSS的冒險之旅 剛才講完Color 現在下一個slide都是Color 其實它就告訴你 在CSS裏面除了可以Define Color 就這樣串個字出來 例如Red,Blue,Yellow 你想到的顏色都可以串出來 另外兩個方法就是RGB和Hexadecimal RGB就是用紅色、綠色和藍色 你放不同的價值進去 這些詳細的東西不多說 Hex number就是0-9,A-F 我之後會介紹一個網站讓你找到很漂亮的顏色 大致上就是這樣 之後就可以了 這裡就叫你做一個exercise 告訴你 現在你把Jumbotron 我剛才改一下 H1 把它變成紅色 我剛才選了H1 因為我想試一些 它就叫你把這個紅色 Color value 就變成RGB 這樣 這個紅色是102 綠色是153 藍色是0 這樣就會變成一種顏色 首先考考你先 剛剛說過 有一個Dot在前面就是Class 在Class裡面有一個H1 把顏色變成紅色 你看到這裡就是Jumbotron class的H1 header 就是這個 現在就把這個 比較難 不會打出來的 這樣Copy & Paste 這樣就變成綠色 就知道了 下一個方法也是一樣的 把紅色變成這個 這個是Hexadex 它就變成紫色 就是這麼簡單的 它有三種Define Color的方法 你自己用哪一種都可以 但通常最普遍的人都是用這個Hexadex 下一個exercise是FontFamily 我剛才之前說 有個網站讓你找一些不同的顏色 就是這個 就是cooler.adobe.com 這個連結我放在下面 進來 你如果進來 它會變成這樣 你按Explore 然後它有 MOST POPULAR 其實這裡的顏色 它會幫你配搭 很多都 就是很多都會配搭 你如果想知道它是什麼顏色的話 按Edit 然後進去 它就會告訴你 這個RGB是2597-56 或者這個Hexadex 就是這樣 如果你拿一拿這個做例子 的話 回到剛才的exercise 我把它押出來 就變成黃色 你看看 一模一樣 就是這麼簡單 回到這裡 它現在有講一些字體 其實它的字體 它在網上 好像Chrome 和Fox 有很多 有Ariel 這隻 不懂 然後 Sense Serif 還有最常見 Times New Roman 就是以前做的 Simon 經常用的 有很多不同的字體 讓你選擇 之後這裡也有講 Google有很多 有600種不同的字體 可以讓你放入你的網頁 那 要轉的字體 其實很簡單 剛才講到這裡 CSS裡面 你可以放不同的 Properties 在一個Selector裡面 放不同的 Properties 那這裡 Define a Color 你可以在下一項 Define 這個字體 但是 記住記住 就一定要放 這個Semi Column 在後面 要不然 它 會 出不了這一項 那 它現在 就要你把 Shift 和Sense Serif 轉做 OpenSense 那為什麼 其實這裡 兩種字體 這裡 一種 這裡兩種 為什麼要放兩種 就是 譬如你有些 browser 支持不到 支持不到第一種 的話 不要緊 它就變成 第二種 字體 就會支持到 好了 下一個 exercise 剛才講完 現在 現在 有 font size 都是一樣的 你可以 設定 pixel ams 或者rems 通常人們都會設定 pixel 你不明白我 說什麼不要緊 這裡會看到的 這裡 設定了color 設定了font family 就可以設定 這個font size 來到這裡 現在48 你把它變成 10 你看到這裡 超小 這個exercise 按你 做到60 就變大了 其實很簡單 這些css 和html 所以其實 做一個網站 要做出來 不難 做得漂亮 做得好的 才難 好 這個video 先講到這裡 去下一個 bye